陳水扁獻唱安平追響曲 這次沒設 北照鄉 前總統陳水扁出席台灣北設的 募款餐會 還舉辦簽書會 熱情的扁迷從各縣市趕來 就為一睹阿扁風采 行政院前院長游錫坤也出席餐會 不過阿扁一改過去 站在肥皂箱上發言 這次完全沒發言 只在台下獻唱兩首歌後就離去 為了搶拍阿扁還有媒體大打出手 政治中心特別報導 政治中心特別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